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5日 星期五 最近跟朋友聊天 他說大陸經濟很差 連他以前認識的老闆 CEO級 即是 做生意的人 有錢人 在今年表現得十分保守 他就分享了一個post給我 就是在Twitter的 應該是微信來的 叫做CEO的朋友圈 簡短 幾行字 經濟看來是真的不行了 以前五一朋友圈 都是冰島 格寧蘭 南極 非洲 以色列 你即使去倫敦 威尼斯 洛杉磯 也不好意思曬出來 覺得沒面子 不要說日本 南韓 東南亞 那些 沒有飛市啦 現在是甚麼環境 現在連在郊外露營也要分兩天出來鋪 也要曬 為甚麼 告訴別人 我還未死 這個變化很大 往日的大陸人 尤其是賺到錢的那些 其實他們的生活很好 大家知道 因為大陸人很多是很窮的 賺1000元以下的人高達6億 而賺5000元一個月以上的人 只有5% 中國有5%人口 是月入5000或以上 即是說你已經是接近最高 最頂層 不過 5%的比例是很豐富的那層次 就是 5%上面是包括 億萬富豪馬雲 以及你賺5000元一個月以上的打工仔 當然啦 賺1萬元 2萬元其實在大陸也不算很高 但是已經是最頂層了 以打工來計 我們想跟大家說的是甚麼呢 這一兩年的變化實在太大 因為武漢肺炎 使得很多做生意的人損手爛腳 做餐廳的 頂了 頭幾個月 想著就快過去吧 看看歷史 是不是 夏天就會完結 到了7、8月就沒事了 當時我們也是這樣想的 在大爆發的初期 初期的3月份 我們在伊斯坦堡 我們在伊斯坦堡 當時的人對於 看到黃面孔就問你是否在烏漢 即是武漢肺炎 但是當時還沒有爆發的 當時還可以去到 然後我們去 倫敦和巴黎 之後是在巴黎搭飛機回香港 這個說的是2020年 這個叫做 2、3月 當時還沒有國安法 大家 覺得這個疫症很快過去 誰知道我們回到香港 剛剛全世界開始慢慢爆發 到了5、6月 說得很厲害 我們一直都覺得 可能就快結束了 根據以往沙士的歷史 7月份就完結了 8月份就沒有了 夏天就沒有了 但是 不妥啊 當時看到新加坡那麼熱的地方 那些 武漢肺炎仍然是很厲害的 東南亞、印尼都很厲害 即是說這次天氣熱 不會讓菌消失了 不會讓病毒死亡 好了 冷的地方也有 熱的地方也有 即是說這次是 可能跟以往不同 才是大問題 但是做生意又不一樣 尤其是你開餐廳 幾個月你搜了 幾個月就好了 誰知道等下一個月等下一個月 然後越來越大問題 那怎麼辦 反應也來不及 流血不止 很多人捱足三年 所有的身家、性命、財產 都捱下去了 做生意的朋友 開店的 實體店 做批發 又或者是做貿易 貿易一樣是不行的 你以為你開廠 除非你開口罩廠 當時除了是生產防疫物資 那些工廠就一直開工 其他的大部分都死亡 所以 使得很多人 錢 好像批薯仔一樣 批到沒有了為止 然後就批手指了 薯仔批了手指 好了 你看到 現在的CEO也好 他們也知道 接下來的經濟不好 還是做到CEO的 公司還沒有倒閉 他也會想一下 會不會下一個輪到炒我 我的薪金那麼高 如果不是CEO 是老闆 可能 就要節省一點 去年去冰島旅行 今年 去南亞島 其實海南島也不便宜 去秦皇島 可能便宜一點 好了 秦皇島也不要去啦 還是節省一點 回去 回去睡覺吧 真是很奇怪 原因就是 以往你覺得他很有錢的人 今年縮得很緊要 有時候你不明白 為甚麼他們鬆得那麼緊要 跟我們昨天的節目有關 我們昨天的節目就說中國人100倍槓桿賣樓 其實做生意一樣很大槓桿的 因為 他們沒有輸過 他們膽敢搏 以及 大陸人的那種冒險精神 或是難命一條 他們真的 拿五百元夠膽跟你說 五百萬生意 明明沒有 吹 硬硬撐 但是當他被他蒙運過關 呼憂 即是被你老點過倒關 他就發達了 所以很多人 都是亂來的 以往亂來 當然是借得大了 他們的槓桿100倍、200倍、500倍也不定 他們的槓桿生意 其實可能已經很嚴重 所以 我們會 竟然有些 朋友告訴我們 他們 圈子裏面 有些是在做建材批發的 有些 是在做那些海產批發的 賺大錢的、做很大生意的 做海產那些 秒秒鐘真的幾十萬上落 那麼他一批貨來 說龍蝦、一櫃龍蝦 說幾百萬 那個是幾百萬 他現在告訴我 他說要戒煙、戒酒 合宗說50元 真誇張!貿台更加不要說啦 很久沒碰過 連煙都說要戒 那麼你想想 他到底是 怎麼算呢 當然沒有錢啦 戒煙 他告訴你年50元他都要省回 是不是 這個意思是甚麼呢 意味著 很多人很不行 從一個朋友圈 可以反映出 歲月正好的人 其實過了 即是說 好日子過了 今年我們也看到五一黃金周 人就很多 但是 原來大部分出遊的年輕人 他們 現在 在搞一個特種兵旅遊 怎樣特種兵呢 訓練自己的體力 銀力 以及 魄力 他們一天 原來主要就是步行 或是騎兵 做步兵就是騎兵 騎兵就是騎著單車 每天可能踩幾十公里 一天去幾個景點 到處去到處打卡 晚上住最便宜的地方 甚至乎 露宿 我們看到香港也說貝奧有很多內地人在站營 不用住酒店 也看到有大陸下來的遊客 他們說香港酒店太貴了 我們也是回珠海住了 所以香港就只是 過來玩一天 晚上就 回到珠海 深圳也不住 深圳也貴了 珠海更便宜 去珠海之後就繼續去旅遊 然後翌日 去澳門玩 因為澳門 又是酒店太貴了 不要過夜了 在這裡玩 所以你會看到 這次真的是 洗費的好笑 每個人都是省著洗 所以 所到之處 旺丁不旺財 餐廳 生意也不能去哪 人多了當然是有增長的 但是 沒有驚喜 他們心目中想要的效果 沒有出來 這個情況不只是香港 澳門也是 澳門的人都說 黃丁不旺財 賭場生意好了 因為賭博 有得賭博 人們會去拚命 不過 賭完這次之後 還有沒有呢 其實我覺得 差不多 是美星的 那些前美 賭下去就玩完了 原因 有多少個最後一注 是不是 大家想想想 孤主一閘的東西 每個人都來孤主一閘 始終有用完的一天 所以澳門當然可能 4月份的數據量例 可能就跌下去了 黃金州過完之後 還能不能維持呢 當然現在大陸好 香港好 澳門好 都是面對大陸經濟 很差 差到連老闆階級 都出現在要節衣縮食 旅行 不要搞了 現在 旅行的主要是兩批人 旅行的主要是兩批人 第一批就是學生 窮遊的 幾天 只要花幾百元而已 一日平均花百多元 不要花得多 踩單車 走路 酒店不住 賓館也不住 最多藏位 50元的藏位就睡一晚了 玩到累就是這樣 另一批是甚麼呢 另一批就是 整個國家的既得利益者 有一批退休的公務員 老幹部 拿過萬元的退休金 或者 不用做 有一批退休金的 這班人 就是出來旅遊的動力 因為他們沒有受到經濟環境的影響 還是繼續有流出 又沒有甚麼壓力 這班人 其實就是 現在撐著整個消費 所以他也說很麻煩 他就這樣看 他就這樣看自己的朋友圈裏面的CEO 甚麼老總 其實 都沒有像往日那樣 去哪裡打卡 埃及私生人面仗 去了瑞士滑雪 沒有了 現在夏天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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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真的沒有錢 而且 而且 跟當年的1929年經濟大蕭條一樣 現在就算有錢也好 也不捨得花錢 因為他不知道花了這筆錢 能不能賺回來 所以對於花錢很保守 這件事 接下來 就會加速經濟的惡性循環 越是不想花錢 經濟就越差 這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的路部曲 我們最近 IT部同事就把 發了一個email給大家 例如大家以前 加入過我們的Patreon 或者現在還在加入的 也要看一看大家 看經濟能力許可的 就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當然這位同事寫錯了字 聲字寫錯了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